無情開閘 吼吼吼吼吼吼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姊 幻環頻道 今天我們會來我們的 撞擊模擬器 沒錯今天我們要來玩一個 非常有趣的模組 就是雷神之鎚 想必大家都有看過吧 但是呢卻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種 今天啊 據我們的鋼鐵人線報 它告訴我們它造到雷神之鎚 所以呢需要我們派出任何的一台車子 來把雷神之鎚給載走 但是我們真的有辦法載走嗎 我們就來看看吧 前面就是鋼鐵人啊 哇這鎚子真的有夠大耶 好來我們試試看吧 第一台有我們的Yaris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能不能夠載走吧 好首先呢 我們先來把鐵鎚給它弄上去吧 Yaris究竟會變 變變了 變變了 Oh my god 這感覺真的相當的重 哇 直接變敞篷車了 哇燒起來耶 Oh my god 好下面一台 我們來換另一台比較硬的吧 福特F150 這台應該沒啥問題吧 後面還有個債務箱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把鐵鎚放到這裡面 好一樣 那我們就現在把鐵鎚放進去 來 放進來 辛苦啦 準備了各位 雷神之鎚 哇 不過它算是有承重能力了耶 對不對 只是呢 最後還是抵不過它的重量 換個角度來看一下 OK 你看 有沒有 我覺得這台已經有比較硬了 再換一台更硬的來吧 重金禮聘的一台 胡切啊 啊啊 老斯萊斯 這一台應該是我們這一次整個在車的過程中最高級的一台 老斯萊斯耶 哇 這個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放哪裡好了 我們可能等一下上面這個車頂放一下 或者是前面的這個引擎蓋這邊放一下 這樣子應該可以測試看看這台車子的板金到底夠不夠硬 好 來吧 我們來拿鐵錘 雷神之鎚 即將撞擊我們的老斯萊斯 哇 撒 欸 這個如果右邊有做人真的是直接GG 哦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有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說呢 有人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 剛好前面大卡車輪胎就這樣砰砰砰砰砰砰 撞到車子 車子也是直接這樣子凹進去 那個人也是直接死掉 所以真的很可怕的 你看 引擎蓋測試 OK 哇塞 直接恐怕掉 所以這一台還是不行 看來我們要再來換更硬的啦 各位最愛的BOBO XC90 這一台呢可以說是大家最愛的撞擊車子啊是不是 所以挑他來測試絕對是萬中選一 其實最近我在路上都有看到BOBO 不過我覺得BOBO最近好像有出一台很漂亮耶 前面這邊是蓋起來的 然後又有BOBO的標誌 那台好像叫什麼 G40的樣子吧 我覺得還蠻好看 今天我們就來拿雷神之水 對抗我們的地表最強坦克 BOBOXC90 我們直接砸到這邊好了 這邊應該比較重吧 好 哇 塞 哈哈哈哈 有沒有搞錯啊 直接噴開耶 看一下這一個方向的 這裡營業相當精彩 哇塞 哈哈哈哈 BOBO管不會讓人家失望是不是 其實真的還算不錯 都是這一台在撞擊的效果感覺最好 好 我們來換一下不同的車種試試看 下面一台來到我們的MAN卡車 哇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看這種頓速的 應該載個鐵槌 綽綽有餘啦 喔 有哪一台又送死了 我看是難啊 畢竟連我Ironman 都舉不起來的雷神之錘啊 何況你一台小小的貨卡 各位 舞廳開閘 哈哈哈哈 哇塞 連這個也擋不過哦 那還有什麼車可以來擋啊 來了 哇 直接毀滅 哇 看來得找更大台的車子才行哦 哦 但我覺得真的有這種拖車呢 什麼都會比較硬一點點 對不對 你看如果像房車種 真的沒辦法 下面一尾 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這一台呢 是 非常有名的 武林紅光小貨車 非常像我們之前開箱的玩具遙控制 呵對不對 像玩皮蛹那一台吧 就讓我們用這一台來再再看 雷神之錘 這個一看就覺得是落不驚風 不過呢 雖然看起來落不驚風 我們就又要試試看 把鐵槌放上去 說不定真的能夠把他載好耶 結果不是這邊爆炸是車頭飛走 哇塞 太好笑了吧 來了 哇塞 這什麼龐大的物件 喂 你們有沒有看到 雷神之錘 果然是雷神之錘 他才剛下降下來而已 那一個霸氣就直接打到車子上面了呢 然後車子就開始有點 顫抖顫抖的感覺了呢 好 下面一位 為大家帶來另外一台重量級的車車 這種應該也不算那種 真正的大卡車吧 就連體的那一種 卡車歡迎你來 我們雷神之錘也要做車囉 接下來開了這台叫做 Blue Star 藍芯的美國卡車嘛 這個我也不曉得 我只是覺得 嗯 這個應該夠份量來砸 而且他這個箱子感覺 看起來是非常的堅硬的 所以待會我們就重重的從上面丟下來 看看到底這台藍芯卡車 能不能夠承受我們雷神之錘的衝擊 衝擊 我現在看什麼法術一樣 就這樣直接穿入了 剛才這個車架呢 是會穿模的 所以砸在這邊的不準 那我們直接砸引擎這邊好了 這應該就是我們想要看的畫面啦 哇 直接壓縮欸 這雷神之錘到底有多重 我記得之前在看電影的時候 好像鋼鐵真的是拔不起來嘛 但是美國隊長卻是可以的呢 他也沒有說破 哦 基本上齁 真的很難欸 我得真的找一台到底能不能夠承受的啊 歡迎來到我們的斑馬遊覽車 我們什麼車都請來了 希望這一台可以勝任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有點困難喔 畢竟這種車呢都是在載客人 沒有在載鐵錘的啊 究竟我們斑馬巴士的命運會是怎麼樣啊 看來沒有想像中的厲害啊 直接承受不住凹陷下去了 我們試著從更高的地方炸下來看看 好了 各位沒想到我們的斑馬巴士 已久失敗 各位觀眾 接下來為大家登場了就是這一台 我相信這一台的加持之下 絕對可以載著動雷神之錘了 要不然應該沒有半台車可以了 真的超級大台了呢 好啦 就靠你了 各位這台是我最後的殺手劍了 這個我們在GTA的礦場都有看過吧 就是礦石砂石車 所以這個真的是超級大台耶 你看 我跳起來看不到 我們過去這個公車這邊看一下好了 看鋼鐵跟他的大小比例差多少 鋼鐵連他的一個輪子都沒有 想必這個雷神之錘絕對可以讓他載走的吧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雷神之錘到底可不可以上這個礦石砂石車 各位雷神之錘降臨究竟有沒有辦法承載他的力量啊 3 2 1 4 似乎可以耶 OMG 再看一下這個方向的 真的耶 你看 有這種熬到的真的比較有機會 不然呢可能連要載都載不動 KUSA 哇賽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即使不太能動了 但勉強還是能把他載走 好不好 鋼鐵 感謝你幫幫我們 但是 固守了這個雷神之錘 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雷神之錘 送回去給SOWER 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呢 這一集撞擊魔女器之雷神之錘呢 就到這邊做個結束啦 希望女玩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如果喜歡這種系列的喜歡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撞擊魔女器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